不過這邊要問一下男生 有沒有有一些東西 是女生在夏天其實很愛穿 但其實男生看起來 是很痘痘的一些單品 有沒有 楊剛 像我的話 我看到一群女生 喜歡穿短色的牛仔褲 短的 然後走出去 就看起來腿很漂亮嘛對不對 然後我看到四五個女生 都好漂亮 腿真的也細 真的很好看 就走一走就看 有一個 其中一個人看就說 哇 那個最特別 然後清楚看 越看越不對 越扣分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加了肉五色的一個絲襪 我看 我 你很看 你很仔細看他 但是 肉色絲襪就現在 就不太流行是不是 但是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短的牛仔褲 再加他肉五色的絲襪 看起來很像穿衛生褲在裡面 就很怪 然後整個就看起來就倒爛 Oh my God 就是質感就完全充分 可是我覺得加絲襪 沒有扣這麼多分 我覺得比較扣分的是 他加了絲襪之後 就是他的絲襪的頭 超過他的短褲 就跑到大腿 他應該穿那種 全 對 他應該不要有那個頭 不要露出來 沒有 還有最可怕是 穿了肉色 膚色的褲襪 然後穿涼鞋 這真的不行 這超不行 這真的鬥爪到極致 對啊 就像你現在穿涼鞋 再穿肉色絲襪 哇塞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 我沒有穿也被你講得好像有穿 真的好慘 你剛剛說露出褲襪頭 其實我們今天第一位女生 其實你請起立一下 他是不是有一點點 他那個襪頭是不是有跑出來 他的那個 褲頭跑出來 褲子很短 這裙子太短了 可是他這個是要故意做心機嗎 還是是故意要跑出來 對啊 故意讓人家看嗎 這是故意的嗎 沒有沒有 他本來就比較長 然後因為裙子他是褲裙 所以他的那個 就是整個沒有辦法拉很 沒有拉很低 因為他已經夠低搖了 可是因為在那邊 就會變那個白色的 還有裡面那是襯什麼 白色那個是什麼 對 那是褲子 裡面這件 其實他 這件是裙子還是褲子 他是 他也是一件讓人廢宜猜的單位 廢宜猜 但我覺得他腿很好看 為什麼一定要加絲襪 很奇怪 我真的看不懂 因為我今天有搭 就是黑色的這件帽 就是罩衫 然後我想說搭絲襪 看起來整體可能會比較瘦一點 對 可是因為露出那一件黑色 跟那個白色的那個是什麼 就會讓人家有點 就 黑色這個是因為太長 對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 就是整個就是 都是就是這種透膚的 但是他實在太容易破了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種 刮不破 這絲襪刮不破 對 然後他就會 上面這一塊會比較 好了 別說了 把褲子穿上就是了 你不下去了 好可怕 你不下去了 趕快把它套上就是了 直接套上去 人生多說無異 越來越舒服 舒服而多 他好多 他好多 好好看喔 好好看 走出來看看 走出來看看 好好看喔 而且你穿這個長度 腿不會感覺比較短 對啊 比剛剛那個長 可是反而腿不短對不對 而且感覺整個 不會像這樣 會不會露你的褲子頭 怎麼差這麼多 天啊 這樣多好 配上好好看喔 舒服很多 好可愛 好可愛 裙子就穿長一點嘛 天啊 一件裙子差這麼多 這顏色很重要 你不要拉那麼直下來 對 對不對 這樣多好 腰身也有了 怎麼差那麼多 瞬間改變了 真的 那是什麼 剛剛那個裙子真的很像 第一次擠奶油擠壞的師傅 你知道嗎 連腿都變細 原本這邊好像毛巾一樣的東西 對啊 好不好 按照那個網拍的話 狠話 親們咱不多說了 對 很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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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對啊 是不是好多了 對 真的 真的 反而腿好看 因為那個 因為她的裙子是A字裙 就會讓她整個面積 裙子的地方面積變大 腿就會變好小 細 所以她的腿會變好細 我從來沒有穿過A字裙 因為我看她寬寬的 我會覺得說她讓我整個腿放大 的那種感覺 沒有 妳回去把妳那些 廢宜菜的裙子都燒掉 可以丟掉 真的可以丟掉 其實慢慢學 我 明川老師很客氣 我如果把我的造型師罵我的話 隨便丟兩句 你都快死了 沒有 畢竟我們在錄影 我不好說一些 太折磨人的話 對啊 直接妳拿去穿 所以我也是穿錯很多很多衣服 我到現在都還買錯衣服 我想說 我也好歹上過時尚課對不對 我就自己買了幾件衣服 我告訴你 每一件被罵到一個 真的假的 下次把這幾件帶來給大家看看 帶來給你們看 帶來看看 OK 好 很好 請回座 謝謝 大成功 好的 各位 我們的草尼瑪阿諾 現在也已經換裝完成 這樣子 有沒有辦法變回成人類呢 一起歡迎阿諾 好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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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哦 漂亮哦 還有耶 好帥哦 轉一圈 很可愛 好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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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哦 真的來到夏天了 這差超多的耶 這件裙子我覺得很神奇 我來檢查它兩塊到底還可以嗎 舉牌 舉牌了 喜歡嗎 全擦 喜歡 帶回家 帶回家 先不要 先不要 而且它裙子其實還可以再往上拉 讓它再短一點 因為你這邊空間都夠 所以你把外套先脫掉 我們先看一下 單上這個裙子有沒有遮住你的那個 應該是沒有遮住 旁邊的 因為為什麼一定要有罩衫 一定是因為這邊還是要稍微遮一下 要遮 可是已經很好了耶 可是這樣子 可是已經很好了 我覺得搭上那件差好多 那件太厲害了 對啊 對 因為這件它 因為它這個荷葉的不規則的形狀 它其實不太會破壞你 視覺的一些 這個視覺上的焦點 但是因為這個不規則 會讓它的 這兩道變得更迷人 讓它的腰線變得更小 然後把它這一塊整個都遮住 對 對 而且其實它是有屁股的耶 我有屁股啊 很有屁股 它其實還滿有屁股的 可是我這樣如果遮了 我屁股又看不到 不會喔 因為你這個雪紡的 當你在動的時候 雪紡的背面 你轉一下背面 不要這樣 不是啦 你不是超人嗎 你還是要動 其實很多人擔心這個問題 你不用擔心 因為這邊是雪紡的 當你真的在行進間的時候 雪紡的布料跟棉質的布料 雪紡會整個貼在棉質上 來啦 我告訴你 它就會圖形會出來 它會漂亮的時候 是它側面的時候走路是怎麼樣 你看到沒有 貼到它的背景 這個地方 貼到的時候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幅度 來 再側 等一下 不對 轉過來一點 轉過來一點 再轉過來一點 好 看到沒 再轉過來一點一點 有沒有 有了 這屁股就跑出來了 灰灰的我的屁股 有沒有 看到灰灰的 撈一下 有了 有沒有 有些想像空間在裡面 有沒有 有耶 對 好 所以 若隱若現 若隱若現 對 這樣就好了 缺點就看不太大氣 而且因為加了領子 它的脖子就沒有那麼 那麼長 長 好像要穿對 這套我真的該買下來 我的媽 這套應該看起來 好俗女喔 不貴 而且很適合你 很夏天的感覺 對啊 今年夏天有很多這種條紋的單品 其實還蠻建議 因為你知道東方人都原生 很多條紋是可以破壞那個原生的線條 就會讓你又顯瘦 又有夏季的感覺 好 大成功 謝謝 謝謝 真是驚人的障眼法呀 想不到經過李明川老師的橋手枕之後 阿諾竟然有了驚人的改變 各種身材比例問題 竟然就這樣被修掉了 只能說 這次又是個經典改造 每次給你 堅持 三個一天 九個一天 操縷